6角隨身包 今天我們來做6角隨身包 即使你沒有貼上6角的祖母花園 利用自己喜歡的布加上鋪棉 也可以做出不錯的效果 這個包包非常簡單 容易車縫 只要貼縫一片6角 利用貼布縫或手縫製作 相同的技巧可以製作不同的圖案 在側縫貼布縫時 使用前開式的腰部角 中心點和車針對齊布邊 慢慢的側縫 將線頭拉至背面打結收尾 只要學會這個技巧 耶誕節快到了 也可以製作有節日氛圍的圖案 也可製作一片一大片的六角 再利用板型去做裁切 壓線可手縫或車縫 也可三層壓線兩公分 再裁出所需的裁片 貼布的明細和板型的製作 在影片的最後可以截圖自行製作 中心點的記號都把它做好 首先我們來車縫拉鍊 拉鍊的記號一定要一開始就平行做好 將拉鍊跟帶身正面對正面 利用強力夾夾好 車縫 我們這邊車縫的縫份是0.7 拉鍊的寬度是4公分 使用一般的壓步腳車縫 裏帶身跟錶帶身正正相對 在同樣的位置一樣車縫0.7 車縫好 錶裏帶 錶裏相對 用強力夾夾好 在拉鍊的帶口處 車縫0.2的裝飾線 在帶身 舒縫一圈 完成兩邊 我們來接合帶身跟側身 中心點對中心點 用強力夾固定 在帶底一樣車縫0.7 在有弧度的地方 剪上牙口 在有弧度的地方剪上牙口 車身對齊拉鍊的牙齒 車縫帶身的右側 回針固定 相同的方法完成左邊 把車縫包邊帶 把車縫包邊帶 側身一樣車縫0.7 用長車縫固定 也可以選擇人繫帶 直接對燙好之後車縫 翻回正面 拉鍊頭要看好方向 我們先穿另外一邊 再穿入另外一邊 然後將底稍微推住 再把它拉上 第一次穿的時候 直接拉過 兩邊它會是合起來的 再把它一邊拉開 然後再穿一次 這樣兩側都會是合的 不要心急慢慢來 一樣左手稍微擋住 一口氣拉起來 兩邊把它整理好 將我們的皮片擋上去 要對齊於中心的位置 那選擇皮革線 正的話可以選擇稍微長一點的 穿過我們的帶身 穿過我們的帶身 再穿到皮片的第二個孔 套上去 第一針我們先回針一下 這樣子比較不容易跑掉 再穿回第二針 再穿回第二針 接下來我們是用平針 就是 照縫合的方式 直接縫過去 縫到後面的時候 再往回縫 縫到後面的時候 再往回縫 縫好之後 然後我們將線頭 穿到底下 打結 一樣是線頭要藏好 那自己完成另外一邊 這個包包製作起來 非常的簡單 拿來送禮 自用非常的好 那我們的這個版型 要自行截圖之後 依照上面的尺寸 把它畫出來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 邀請你訂閱 打開鈴鐺 收到新訊息